欢迎各位网站,欢迎跑马4.0的频道 这个礼拜日晚就跑法国海船门大赛 最后马会公布转播8场 阿拉伯那场不播之外 中间卡拉也有15分钟的时间 看看马会怎样安排 其实比往年多播两场 因为测试了往年也是播六场 法国由海船门大赛开始播到尾 这次连首两场的group one也播了 跑了18场 10场本地 张先生看得到 很辛苦 比较辛苦 跑完第二场 前六场都是group one的 即是值得播 但我想他 最理想的是 把那两场handicap先走 然后后面跑了group one 但我觉得不行了 影响不了法国马会和sponsor 别人不肯的 赞助商是卡塔尔 特别是那场阿拉伯马 一定要指定在海船门之前 是跑的 因为想给最多人看 人家的小钱出来 都是想宣传阿拉伯马 阿拉伯的世界杯决赛 是啊 有百万勾元 所以 香港 每个都播放给别人看 不受注就算了 不然官媒那些 过几个钟头 只说真的很惨 我也不知道你怎样 我们不同 我们就简单点 我吃午饭的 你就可以吃午饭的 你就可以吃午饭的 刚刚 一个钟头三个字的时间 慢慢享受晚餐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就 说一说 我们这次好些 但是我辛苦的 因为明天如果我 考完美场才回来的话 回到家差不多是六点半以后 是啊 明天都留不到的了 我通常那两场都要早走 不然真的接不到 那就是这么说 很多官媒就是 我想如果要做两变 可能就是 扎两口饭又要开工了 没办法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我们上次做King George 已经提出一个话题 我们未分析人赛事 只要用三几分钟解释一下 究竟 永远在欧洲的马圈咬 究竟是海船门大赛重要 还是英国的King George重要呢 基本上 人见人蜀 法国人当然是说 海船门英国人多数是King George 如果说奖金 海船门当然多了 对不对 多很多 历史也多很多 历史几年 而这个King George 只有1951年开始 不算很久 这个当然 另外还有点 King George 就是给 伊马跑的 所以有些六七岁马 都跑的 都或者有成绩的 但是海船门只准红马和施马跑的 有个统计 稍后我们再補充 就说 热门之一只命令是六岁的 原来那边那些 当然不是我们哪里那么聪明 我们也没有这些统计 有人指出 说原来海船门从来没有一只六岁马赢过的 哦 那么七岁马反而有赢过但已经是 接近一个世纪之前 所以全部都是三至五岁马赢的 那么 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六岁 因为它 是 阉马不准跑 是吧 那你红马很多都熬不到六岁了 第一点 好一些是吧 跑完三四岁的配种 不是那么多红马五岁再跑的 是吧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就算红马六岁 就是未阉 我想 就是 比较难训练的 已经 所以就可以 可以解释到 但是这个 命令会不会破例呢 稍后再说了 反过来 我就认为 海船门 年年都多马的 一定多个King George 去年20只因为有这个 日本马跑 今年没有了日本马 不是 只有一只 都有15只 一般来说 热闹 King George King George 一般是 8-12只 基本上 你绝少见到 15-6只 这样20只 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可能的 气氛 好像 好像 好像不过瘾一点 但是 我 很坚持 这件事情 我以为 King George 是重要的 因为 King George 的水晶那么高 法国马很少来跑的 是啊 外队也少了 不要 很少的 就是有赢 就是都有赢 但是 久不久有赢 但是比较少 法国马来跑的 但是海船门呢 是你知道的 就是那些英爱马 拿位也好 拿奖金也好 整对牌 英爱马排队过去的 那变了呢 就 可以这样说 这次海船门 15只马 只有两只法国马 当然 本代表法国的很多 但是真正在法国出生的 法国马 只有两只那么多 是吧 所以根本 严格来说 我 King George 重要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因为 法国马来 根本都不够跑的 是吧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很重要的 很多人不是很明白 King George是 7月底8月初的 和现在的海船门 10月初 相差八个星期 八九个星期 八个星期 就 好像觉得很小事 但是对三岁的 红马 芝马来说 那三个月很重要的 就是等于由18岁 变20岁 就是人的 那么长下 由18岁变20岁 那个实力高了很多 那么 变了 如果你三岁马 虽然 在7月的时候 受让榜多一点 但是 因为 你是 刚刚跑完 这个打比 英爱法打比之后 那些三岁马 未必能够 那么快 是 跑回 跑这场King George 所以 如果 如果三岁马 赢到 King George 的 十只八九只 都是真正的 马王 所以 难度 高一点 但是 海船门 不是了 多了两个月 被三岁马 一路进度 所以 虽然受让榜少了三几磅 但都是 好处的 那么 变成了 不是考验到那只三岁马 是不是真的马王 可能是 但难度是低了的 同一只三岁马 要赢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是 这么说的 是吧 他赢海船门 是容易一点的 因为多了两个月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是非常深入的赛马的角度 就不是一般的马迷所想到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两个月不是两个月有什么所谓的 是吧 都用个磅位拉回云的 不是的 那两个月 特别在夏天呢 你慢慢去训练他 可以将目标 用两三个时间来训练去跑 就是一个好年马 才训练去跑海船门 是 就是容易一点的 因为你刚刚拨完英爱法的打比之后 你再跑京畜 那两三两四个礼拜是不够的 那你 我想你 在这儿趁机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 我还是坚持 Pink George是比海船门重要的 因为难度高一点 我说完了 那我们说完背景了 那我们说回这次 说完两个月之后你补充 今年就不算是超水准 又不算低水准 是正常的 正常得来 就是 基本上是将那些马分成三组 一些是热门马 当然有一只飙轻点 四只都是热门马 四只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看过陪了 完全没有机会陪跑的了 虽然都曾经早上爆过那些惊天大冷门 但我想这次就未必会这样的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堆马 我们叫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加上有十只的 好了就算你选中 比如你说 超高冲力 超高冲力 是赢了 顶级冲力 你拖两三只 也没有拖中的 你究竟是拖 跟着的五六配热门 你拖中没肉食 好了 但你不要 你又被杀了他 如果你拖一多 你第二梯队那里呢 又有五六只 是一样有机会跑位置的 当然还有机会赢的 但是我们当去 就是三甲马先看吧 那你是这场不容易到的 你用多些心思来量度 是吗 都可以找到一些好处的 先说明先 我自己是了 或者你先用多些 但是我就做了一轮高货而已 所以我就不敢太过结论 赛业的时候 我会在我们的收费频道 再重新 作最后选择 基本上这样的 大家的目的 就是看着那只 超级冲力 因为那只 因为为什么呢 Ace Impact 他拍空场赢了 赢了法国打比之后 只是赢了一场二级赛 因为他没有输过 纯粹计划 他就不是超级的 但是他没有输过 是吧 他没有输过 另外有些人呢 虽然英爱的平马人呢 虽然这只遮满 在外围是一面倒遮满 但是英爱平马人呢 我们看回那些大赛 很多国家争名 讲了不同的派别的想法 很多人都讲的 就不是高 如果你当现在这只呢 是大丸门呢 但是不是个人看好的 是 很多人连三甲都不贴的 是 就是他们 结论呢 我的结论就是 这些马人都赢了 一人可能赢都没有 是 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 如果他没有输过的马 一旦保持进程 进度呢 他评分又 虽然不是最高 但是他受用六磅呢 都是够赢的 因为呢 因为呢 他是低过 命令是几分 而已嘛 但是命令要让回去绑 嘛 所以根本是有机会赢的 另外有些人的角度就是这样看的 他说 唯一的最大缺点呢 这只呢 就是 未跑过一里半 不知道他行不行的 血统上呢 他的同负系码在英外是赢2千米左右而已 2千米左右而已 就是不一定可以的 他没有在那边也都是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不行的 所以呢 形成呢 有些英外平马人呢 就有少保留 那么很多人呢 我看那个贴士分布呢 我留意了两点 即使你喜欢不喜欢也好呢 他们的命令多数都在那些贴士表那里 3千米毕不值的 很少贴正选 但全部贴二三选居多的 就是有人贴正选 就是说 那些我们的大业门呢 要不你就要正选 要不呢 很多时候二三选都不要的 就是他们的看法 就是角度 结论就是 win or nothing 但是命令就觉得他未必赢得多数的位置 结论是这样的 两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更特别 原来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那只火上加油 就是这个英国马 法国马来的 他虽然英国马 但是法国训练 那个绩子是挺好的 有一大堆的英国平马人 就很体好这只法国马 我不明白为什么 就是他应该过多一些最佳半冷门 就是十倍八倍 最佳最直博最底倒的半冷门来的 那么对不对 我要都说再做功课 再反思我才敢结论 但是我只是指出第一轮功夫 看了别人我们英发的行家的那个看法 那么就初步的综合 那么你有什么仔细的资料要补充 仔细资料先讲完先你那只火上加油 我估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只马是这个场同场同程跑两次 一圈一球 那么他赢了一场是赢了一场group one 就是赢了一场法国巴黎大赛的 那么近职是相当好的马来的 所以我估计他们的行家看 英国的行家就不是 英国的行家应该看好英国马 是 我知道 但是他说很独特 那些人就不是 那些发国马很厉害的 所以反而我这场如果就这样 我自己都很详细看完 我真的反而喜欢那几只英国马 包括先讲《命令》 《命令》上场我们都看中了 《King George》那一场 这只马六岁马 是今季我还觉得他还有进步 他上场真是 还有这只马很厉害的 十七场赢十一场 如果没有记错 很厉害的 我估计今季六岁还有 所以上场《King George》 虽然他和韦士两个在斗了半条直路 但是始终都赢了 这只马 我觉得今次他跑来跑海船门 我都觉得是三甲必入 我觉得是这只 还有最后一点提出 今年的海船门大赛 我估计近年比较少 又是海南跑好地 过往海船门通常跑烂地 这只马好地也OK 初步挂远地 我想如果我们叫好似远地 在法国的准身来就等于好地了 法国不会跑干硬的地的机会很微 今天再对他们应该估计 场地会跑正硬会跑 机会跑好地 因为这两天比较天情 过往的烂地马 我想今次的优势应该没那么大 所以我会谈计先选一只命令 还有提出一点 还有一个我都留意了 俄伯仁那只浪接浪 这只马其实很有趣 我看到俄伯仁的部署 我们叫第二期报名 给钱报名 他报了一只考思材 他不出的 特意找回这只刚刚营养胜列治的 这只营养胜列治 14天过来跑 这只马 浪接浪 由季中开始 六月开始 他一增程到2400之后 慢慢进步 竟然跑上2900营养胜列治 这只马我觉得 可能不知道俄伯仁是心中有马 做好准备 你知道俄伯仁就有很多计划了 我来说 在爱尔兰只手遮天 但在欧洲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出什么牌呢 个人都看着他了 没错 不只是贴士那些平坏人 全国的马圈都看了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是明星 可能有机会赢 他可能以为今年马不够跑 所以随便找一只马住也有可能 浪费那些 马住的钱 一年一天 整个开支都很少 不要紧 对啊 开支来说几十万磅 十几万磅是很少钱而已 这个都不考虑的了 是 那底点 结论 我不阻止你了 因为我们很坚持 我们赛前不需要那么深入的 因为还有整天半 我们就初步这么看 结论是这样的 今年除非那只Ace Impact 是马王 因为很多时海船门 每隔三五七年 就有一只马王 当代马王出来跑的 就比如 See the Stars 等等那些 但是这只 今年就没有的 没有那些所谓的马王 但反过来 就有几匹 很强的一级马 因为有时海船门 就不是 那些马很差了 虽然赢过一级 很普通马 他今年不是 今年有几只一级 很强的一级马 你单说的国际评分 120分 外面有四只 那你再说的 120分 就是说 平均 是 所谓什么叫120分 就说 因为在半世纪之前 就是上个世纪中 开始这个所谓 欧洲大赛系列 European pattern的时候 再加上国际评分 他们的指标操略 他认为 120分的定义 就是 一级赛 的前四名马匹 的平均分值 应该要120 才是好的 总之120 就是1918 我们说是平均数的 那如果你120以上 已经有4匹 就是说今年是很强的 很强的 很多班很强的一级马 但是就没有一只 我们叫 很飙青的马王 除非现在这只 Ace Impact 证明了是这样的 他现在还没证明是 很多人认为会 但也有一半人认为他不是 现在这个问题 是的 有些人就说不是 因为还没跑 就跑过才知道 但是 平马人更加是 但是 外围比较热到透 就是 专业的角度 觉得很厉害 但是半专业的 英国的平马人 法国就好些 法国多数看好多些 但是英国的平马人 就 不是一次看好这只 大家看好眼光 是 是 是 好看的 另外 最后一提 就是这样的 海船门 因为直路短 也经常转弯 拍一段时间很外档的马 是不好的 不一定内档 但是很外档 是很难跑的 那我们明天要 在最后刨完马之后 可能要考虑了 那个档位 去取舍 譬如你有一只马很喜欢的 去排十三四档 那你本来是第二 二选来的 你可能要退去到第四选 是 因为他去执的异档 是吧 所以 但是呢 我们还有一段功夫做 首先要 搞定明天的十场 再说一下 最后一点 就是我排过去 就是明令就排十四档 是啊 要考虑大家 要考虑 是因为我们要最后 要清马 就要考虑这件事 譬如 命令是排中档 那你可能是摆次选 是的 现在他抽完档位 之后 那又要重复一下 那个优势 同意 好了 那我们今集 讲海船门大赛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星期日晚 投场就可以8点3 那我们7点 8点钟 8点钟 就比较容易 晚上8点 我们在免费频道 和会员频道 都会出现第一场的职场提供 然后 其余的场次 我们只会在会员频道 见面 那我们到时再见 欢迎各位网友 订阅这个免费频道 和给大家鼓励 给我们 欢迎分享我们这个频道 再加上 希望可以成为收入会员 成为收入会员的方法 看YouTube文字版的连续 我按下来 就可以成为收入会员的方法 我这集再见 感谢大家